丁国公方太在门口寻你不痛快了 国公谗案未果 难免心虚不顺 臣倒是不挂心 昨日你也在现场 这一桩事你怎么看 臣的想法不重要 只要国公能为圣城要回兵权 寻得焉家硬性 过程如何倒也无妨 怎么 方才国公不是过来上交硬性的吗 昨日咽后截然而去 国公控制侯府这么久 罪账找不到也就罢了 居然连这么重要的硬性也能弄丢 谢卿你倒是提醒朕了 燕家既然无罪 定国公却硬要将其缉纳 或许镇着好舅父 真有他自己的私心啊 圣上的意思是 国公有意兵权 难道你看不出 昨日臣在侯府 也觉得奇怪 圣上都未收到的消息 国公却小心上报 这太过于反常 而且 国公为何偏偏选在昨日反呢 还控制侯府这么久 不让任何人外出 倘若国公真的有私心 那他现在最想做的 就是处死于衷的燕氏父子 让这一切都死无对证 怪不得舅父今日想让朕下旨 要以刑法问询燕氏父子 原来是打得这样的算门 倒是要让朕做他手里的刀啊 specially 行 你 你替朕走一趟大牢 去打探他印心的下落 朕要知道 薛家到底是在认真察案 还是早有图牧 臣明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